李老师已经74岁高龄了 咱上把椅子 请老师跟咱们坐着聊 好不好 来 好 谢谢 李老师在刚才演说当中 一直特别谦虚 说自己是配角 赵立荣老师他们是主角 是吧 其实我跟你们说 你们都错了 李老师是整个这个作品当中 最大的角色 人家是导演 编剧 对吧 李老师 我大概这三十年 从事小品这行 大概导过有二百个小品 你看这 两百个 编剧也编过 你比如说有事您说话 开始是沈阳军区的 一个剧作家叫王成友 他写的原稿 但是后来距离春晚的要求 稍微远一些 那么最后我来改一稿 开始我就给郭东霖写了一段 自己穿着棉大衣 扛着行李卷出来了 跟他说 我也买这几张卧铺我容易吗 好 这一宿队牌的 风一个劲的划 体体一个劲的流 有一哥们还拿我开涮 说我叫做一夜风流 所以这个开始就先想了 然后他一进家 买红妹扮演他的妻子 早对他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 不满 所以他一进家 买红妹正扫地呢 完了拿这个扫地条手 啪 敲了一下椅子 完了郭东霖一回头 你看你 每次跟我打招呼都用条手 原来这些那么经典的 都出入李老师之手 好 别人